大家好,歡迎來到《講經老》這個頻道 成立這個頻道的目的,最主要是跟大家分享一下《波經》和《馬經》 如果你覺得我們的內容幫到手,又或者喜歡賽馬,喜歡看球的朋友 記得按訂閱我們這個頻道,開啟旁邊的小鈴鐺 這樣就確保可以收到我們最新的資訊,多謝大家 大家好,今天來到《真飛過關》的時間 今次賽事是跑10月9日,谷草夜馬 一樣只有8場馬,開跑時間照舊沒有變,都是7點10分 倉庫的跑度是A跑度,同時今次也有很多不同的組別 一樣照舊都不是那麼滿額的,所以變相,可能仍是10月 有些連馬師的馬都還在做,還未開始發力 今次來說,大部分的賽事來說,就算其他場次拆了也好 其實都有真正特別的,甚至有明星馬 今次相對上都比較平淡的賽事 說今次賽事之前,我們又回顧一下 剛剛最近賽事,跑什麼差的東西呢? 頭關沒問題的,下加之光虎是復星 我也是連連有幅追不到而已 看來你真的很超班 所以這樣打上來追得到 但是頭關其實,兩隻都跑了 預期在這些位置 接著一定會碰,不知道他騎了什麼 在後面運游一下 接著轉回日西,到他老虎那麼久走 超2分,轉途三跌,更糟糕 尾關信心星就贏得相當輕鬆 也是我預期之內,但是時間補就不知道做什麼了 不過你看到的,如果大家可以看一些 playback 他出閘的時候,被另外兩隻左右兩隻馬夾一夾 他一躺下去,跟著就沒有騎上來 然後在後面自己玩 因為時間補如果要在後面這樣追的 那我不用買你了,是不是? 所以變相,未那兩關信心星叫做好一點 其他那三隻都不知道是跑什麼 嚴格上來講,三隻都跑錯的 所以變相,看看之後下來怎樣部署 他會不會有機會再選他們 那講完今次賽事,上次賽事了 我們進入今次賽事,會選什麼馬? 而今次的賽事呢,有點特別的 那先來頭關,就跑第二場 五班,一千米,這組馬呢 就...不是很多馬跑得十隻而已 那由達榮愛出馬,連連勝利其實都覺得挺好的 都想選擇的,但是有一個組合一定要選擇 暴民坊交拍,再加上暴民菊草 真的比起沙田的成績更加來得之好 那都不要說剛剛最近沙田也跑得好啦 那希望菊草延續著他最近的首峰 那所以變相,優先選擇的點都是天分高 在講天分高之前呢,我們講一下其他 就是這樣講其他馬 你看看這組馬 聖晚金入了批,潘頓的 連連勝利上一次入批,對 然後天分高上場入批 其他馬對上一次跑全部都不行的 神恆八變比較好跑第四 但神恆八變,看上去某一次還是差一點 而且,我想都還未得住 那所以變相,這組可以選擇的話 其實就只有那幾隻可以選擇上手的 那與其是這三隻選擇 那我當然選擇最佳組合啦 那天分高,今場排八檔 上場復出跑了 那檔位和今次分別不大 嘗試抽九檔 那一出閘其實你見都不 那一出閘其實你見都不 那一出閘都不敢探賣 輕輕側前些,他沒得更好位 那沒辦法,他裡面大佬幾隻快馬 一隻中華威威頂住了 那他就已經在這裡沿途都要四疊了 然後一路都沒有機會埋上去 然後唯有拖後些,拖後些,拖後些 一路都沿途要頂三疊 都一路都賣不來 是臨轉彎前,叫他騙到二疊 那入閘那隻馬又不散的,有的 那當然啦,前面中華威威是要贏的 裡面聖萬金都節省了 他是虧盡的 回到來,其實跟聖萬金 不是說差很遠的 他都一直有威脅 你見都一直有威脅,逼到上來 那所以變成如果今場 雖然那檔位和上次不是差很遠 都是八檔 但希望他如果組斷 那個形勢上沒有那麼惡劣的話 可以放上去的話 早些有二疊位,比他省得到 我想應該這場是可以保重的 因為我絕對看聖萬金 省了,打盡也只有第二 那你天分高 沿途這樣虧盡 回來也有這麼接近的第三 我覺得天分高 怎會比聖萬金 而且你的磅位有重兩磅 雖然潘敦繼續跑 我覺得聖萬金都是位置多 所以今場來說,我就選了天分高 沒錯,剛才所說的飛有什麼分別呢 就是我三關都是選一隻 買獨贏位置而已 我想周里的真飛過關這條片 叫做儲回運 起碼中到東西看下 下下不知在儲回什麼 所以變成今場就醃了三號天分高 接著第二關就是第四場 跑四班的千二米 這場馬比較多質身馬 12隻全齊了 有一個放大 皇帝英明就會流出來四班一起跑 這樣就很著數了 下方有什麼馬利亞風中敬蟲 成羲禮人最近都跑過了 這次是潘敦 接著還有金會星星 上次叫做跑得不錯的聯歡儀 上次又有場追得好的疑昌精神 下面最後還有木火同名 上場又不是差的 不過這次的擋位就差了 上次有个按好的三档都差不多这些上位 今次排11档你难搞 预期二期之宝一定是走的了 你变相这组马 你目火同名可以放些什么位置跑呢 金会星星其实真是比较多 你想他win真是难得登天 陈希莉人是失望了梁制 前一次我们有选他都跑得一样的 上场还要比较都没有 只有他紧颈四 我都暂时放下 其实风中竞虫我挺喜欢的 如果是报名跑我更加会开心 当然王志文是否说他很差又不是 而且今季始终是第一次跑 即是今季初出 季内初出 这组马可以选上手的马 看来是应该要选皇帝英明 没错就选了1号皇帝英明 为何会选他呢 第一这组马四班一定是比三班 他在上季3月的时候赢完四班 然后最后最终上跑了三长三班 其实都不是跑得差的 有一次都能够上得到命的 今季復出 沙田千二三班试了剂 热了阿新 一般的 上场回来谷草自己最首班的谷草千二 在三班抽到个二档 回来第五呢 其实不是说真的那么差 大家要留意一下出门 皇帝英明都很少慢 但因为他沿途有得省 他抽到个这么漂亮的档 他一路走走下 出来二叠 接着是转回这里 西到最出 其实如果他早段积极一点 可不可以转回不要西那么出呢 但是马不是没有的 也有走回来 当然啦 前面那只时尚风趣 你别说笑啦 那只跑得翻出水准 你哪个去跑啊 加上那只明心之余 回来第五呢 其实对我来说不是算太差 的确实他三班 你说是没有佔优 不是 因为那只本身三班一定是有水准 长期保持有能力的马 他本身就是一只四班很有能力 三班叫做问边问边的马 所以变成今次下来四班 抽到继续是好档位四档 就算什么重磅我都不太担心 那布文来跟他跑呢 应该心意都告诉你 一落班就想辱你了 那布文都跑过这只马 前一季 都能够上得到名的 所以变成呢 我觉得今次就算放布文上去呢 加上布文菊草 最近手风那么顺 所以我都 选这只一号皇帝英明 一样啰 照旧都是买一只 是啦 独赢位置 跟着来到第三关 就选第七场 跑这个三班的1650米 一样满页的 这座马其实就有很多马可以选的 那狗狗围攻赢了啦 接着又有黑桃火箭啦 坚厂啦 试跑得 甚至乎我做到都好的 这次还要抽个二档 终于不是抽大一档 随时我做到都不出奇的 那但是 始终啦 三班 就是个个都觉得 自己有分 就是有分 这么少的实力 一定是这场 我觉得相信 比较平均一点的一组 应该斗得几残烂的 那前面 你说报处有没有呢 有 你放心啦 有好好分 是不是 很好分的正常 应该是放在前走的啦 那银王轻标 十二档 今次是带个防山眼罩下去 他理论上应该都会抵抗前一点的啦 不会再在后面混油的啦 那狗狗围攻都不会留得后的 都会 都会不断抵抗前一点的 但是因为狗狗围攻 今次要背着重磅啦 而且档位不是特别好啦 那所以变上 我觉得这组马有得斗下练下的 那而我所选的马呢 就会是8号的试跑得啦 那为什么选试跑得呢 的而且确定可以说 这只马三班 是不是真的够跑呢 其实那三班已经很多次能够上得到名的啦 今季跑了两场三班 分别用个稀威心 用个霍云星 上场 那今季初出用稀威心 算是没有那么熟手的 回来也有个第四 上场用个熟手一点的 也有个第三 但是上场我嫌他跑 都是差跌 跑得都不是最 我觉得 那么顺手的 我觉得好像走下去 因为我觉得转弯那里呢 你可以看一下现在的士跑得在后面 其实他可以再迫前一点的 然后现在转弯入籍楼草 就西出去了 然后没位置哦 没位置哦 没位置哦 然后就要跟着 那只 那只奋斗 不知什么 不记得奋斗什么了 然后就一路撕花进去 然后外面狗狗围攻打顺了 其实你看看 尾巴克就是 三件叫粉红衫粉红衫粉红衫 其实他的势很好的 他一路都 越逼越近的 头二三名 所以变成他的奋斗很深 对 潘顿第四 所以如果你说 他那个位置一早就立心在里面找 不可以在外面 在那里塞 他差不多到300才找到位置重 就是士跑得 你又死不死了 所以他上场狗狗围攻 及极速骑兵 在他前面的终点 其实他可以再接近一点 而甚至是赢负有没有出棋呢 我也是不出棋 但因为狗狗围攻击 他在外面一组已经望空冲起了 所以你见到 射巧得霍云星一路打下去 那里面越来越有的 今次的当马一当 我希望霍云星 想起来 想起来 试一下不要留那么厚 放回前多一点点 转回早点压定点位置 是的 今次绝对有机会保重得到 这个士跑得三班应该绝对够用的 尿康铭手锋都是不错的 贵初 所以变成这组马呢 我也是选了 一只 8号士跑得 復赢位置 今次条飞 刚才都说了 是有点特别的 跟我们以往 没错啦 只有三只马 三关第二场先 第3号天分高 次关就是4号的皇帝英明 尾关就是7号士跑得 不用买那么多啦 买10元算啦 总投注有200元 帮我们这个频道 这个 主题真飞过关 再多存返运 我们之后再想想怎样发展 最近除了之前 早前中了700多元之后 最近都真是一般的 我们帮 再多存运运 我们再重新出发 看这三只马 星期三 可不可以搞定它 多谢大家收看 是啊 如果你喜欢我们这条片的内容 可以按一按 subscribe 然后可以开启旁边的小铃铛 这样你就可以最快最新的收到我们的资讯 如果你有什么想和我们交流的话 即管在下面留言 我们见到就会立刻回你了 多谢大家